香港乐坛校长谭永龄近日被香港某杂志爆料 指她的最新佛法的大老婆沙丽 有意剃度出家 皈依我佛 然后交出谭永龄十亿的资产王国给二奶Wendy 对此 谭永龄日前已经发出谴责生命 并表示会对杂志采取法律行动 而她本人1月9号晚上出席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时 心情就明显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个放心放心 不会影响家里的 我们是看得很开的 没有 没有 不行 不能讲这句 我希望他们看到 因为可能这句给登出来又不行 所以我不能跟你说 因为代表我自己看的看法而已 我自己家里的人 我没有问他们 在法律上我不能告诉 另外 对于豪佑成龙的儿子 房祖民的藏堵和荣留他人吸毒案 谭永龄表示自己也有高度关注 他表示日前在自己的入行四十周年派对上见到成龙 当面有跟对方就此事讨论过 我说这个不是世界末日 现在他最主要还是自己要撑了住 自己要撑了住 然后看到他阿娇 看到妈妈 因为最苦还是父母 然后出来慢慢再跟住民慢慢教吧 希望他碰到街市的教训 会好好地思考 好好地认清楚前面的路怎么走 我们应该要给他一个机会的 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